大家好,我是國泰軍安財富管理投資Gumann Square 這星期的回視仍然是美國總統大選的消息 以及各國疫情的措施 美國總統候選人爭取連任 上星期確診了新冠病毒 但他的奇蹟康復令市場情緒回穩 但兩位總統候選人都建議 美國政府和美聯署有不同程度的措施 及設計經濟 暫時民調顯示 候選人拜登領先特朗普約10% 市場都預期拜登當選 他的刺激措施會比較多 但特朗普也繼續呼籲 政府各方面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刺激措施 暫時令市場情緒比較穩固 還有第二場和第三場的候選人辯論 市場都會看有沒有更多消息出台 暫時未回支數是93.60水平整股 上方重要的阻力是93.95水平 94.60水平 下方重要的支持是92.80水平 而歐洲方面 歐洲不同的國家 可能都有機會有不同程度的封鎖措施 因為第二波和第三波的疫情 可能都還未受控 而歐洲方面 希望刺激經濟 希望提出一些措施 但始終歐洲要跟歐洲央行 有不同成員國 經濟每一個國家都不同 所以市場都擔心 在歐洲央行的措施 不可以看見所有國家的要求 可能令到歐洲央行 或所有的成員國 可能不滿 暫時市場都留意 有沒有其他消息出台 歐元是1.1770水平的證股 上方重要的阻力是1.1830 下方重要的支持是1.1700 而英國各方面 脫歐協定 市場預期 希望可以在10月15日 支持的期間 希望可以達成協議 未來立法 明年會有一些比較好的 脫歐條款 不會令到有硬脫歐的出現 但市場都擔心 如果是英國和歐盟方面 比較妥協的話 也不會是一些很完善的方案 始終脫歐協定 似乎有不同程度的編制 或者是利率 或者是不同的措施 都要照顧到不同行業的需要 如果短線來說 那麼草率 那麼協定的話 就不會令到每一個行業 每一個經濟領域都會滿意 所以市場都是覺得 有一個脫歐的陰影在前面的話 甚至英鎊都不會反彈得很好 暫時英鎊是1.2930這些水平 整固 英鎊都要反彈到1.3000以上 才可以扭轉這個下行的趨勢 否則暫時來說 都會比較整固 以及看跌